- 聖誕節快樂! 聖誕節快樂! 大家好我是柴 大家好我是蘇 歡迎收看柴鼠觀察日記 挑戰連續99天上傳影片 聖誕節快要到勒 對啊 所以我們特別準備了 聖誕節的禮物要來 - 喊所有的小一把 玩一個 交換聖誕節禮物的抽獎小活動 詳細的活動辦法 在這支影片後面會跟大家說明 那聖誕節除了交換禮物之外 當然還要來做一些應景的活動 我們前幾天在大賣場發現這個東西 薑餅屋DIY 他看起來就很像是 食玩欸 對啊 就是做一做之後 然後就可以把它吃掉 所以薑餅屋是可以吃的喔? 薑餅屋可以吃啊 不然為什麼叫薑餅 欸我以為做一做就是 白子好看然後就 深灰塵然後就丟掉了 好大部分的人是這樣 那我們就來挑戰看看我們的創意吧 還有很多這個 欸小熊 為什麼你要小熊 也有吧 每個人都有吧 欸 為什麼你是小熊 我是聖誕老人 哈哈哈 謝謝喔 糖霜粉 約量杯顆度10到15之間 欸這好像那個 去尿尿 哈哈哈 欸很像醬糊欸 哎呦 看我還偷吃一口 好甜喔 呵呵 那現在可以開始來製作我們的薑餅屋了 薑餅屋 欸欸欸欸 撈出來了撈出來了 哎呀 水加太多了 欸我到現在地區都還沒完成欸 那你的窗屋呢 這是窗屋嗎 這不是木櫃嗎 聖誕節拿到什麼木櫃 那不是萬聖的 那我要把它放在萬聖誕 那你可以當木櫃 哈哈哈 好不吉利喔 聖誕萬聖節 欸 我剛剛沒有想到它高度不一樣欸 那如果高度不同的話 就把它吃掉 好硬 很硬喔 好硬 咬不下去 在整修我的牆壁啊 哈哈哈哈 你看 這樣高度是不是就對了 可是咬得好像沒有很平 不良的箭子啊 隨便蓋 哈哈哈哈 這什麼啊 封起來變寶箱就對了 好啦 完成啦 這是什麼 萬聖節的薑餅屋 哈哈哈哈 我應該把聖誕老人放在裡面欸 這樣會嚇到小朋友 哈哈哈哈哈哈 還是說他的眼睛要從這邊這樣露出來 這樣很可怕欸 哈哈哈哈 很像那個什麼 他啦 眼睛在這邊露出來 哈哈哈哈 完成了 現在是介紹作品的時間 數的 作品名稱是 強迫的倉庫 因為我把它設計成一個倉庫的概念 象徵年底的時候 年年有餘 然後豐收的概念 然後把所有的香蕉呢 全部一致排開 非常整齊的 重點是它還有對比色 例如說藍色配黃色 以及屋頂的綠色配紅色 這間房子完全是可以中 中軸線對稱的 那那個墓碑呢 這個墓碑就是告訴強迫症的人啊 不要一直把自己逼死 哈哈哈哈 請介紹你的作品名稱 聖誕老人告別式 再見了 天真可愛的童年 也太長了吧 哈哈哈哈 這個作品呢 是充分的展現了 利與美 以及色彩繽紛的童年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上面有很多 很可愛的柴犬 在幫聖誕老人做告別式 原來聖誕老人 只是童年的時候的一個幻想 長大之後呢 就要面對殘酷的現實 要跟童年的天真浪漫說 再見 是不是 絕對策得還不錯 很有 哈哈哈哈 完成了 送給你這個是 聖誕老人 你自己都忘記了 平時太長了 那這個呢 這一個是什麼 強迫症的墓碑 倉庫啦 象徵豐收啦 探大隻 大家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 告訴我們 才做得比較好 還是屬做得比較好 除了柴犬自己交換禮物之外 我們也要跟小尾巴交換禮物喔 只要在這支FVPO文底下 留一張跟聖誕節有關的圖片 或一段影片 影片也可以是你自己的自拍 一段小影片喔 最後在hashtag 柴犬兄弟 就可以參加這一次的抽獎活動 我們會隨機送出這五個禮物 以及各附上一張 祝福的小卡片 只有抽到的人 才會知道裡面是什麼禮物喔 對啊會有驚喜喔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喔 大師兄弟 我們明天見 掰掰